这段时间乌军在战场上可谓是相当的不利 即使北约等国又是援助物资 又是派遣雇佣兵 但却对于阻挡俄军没有任何作用 再加上西方卫星拍摄到的俄军恩格斯空军基地图片 图片中显示基地内供陈列了 四架图160 以及14架图95战略轰炸机 另外还有四架伊尔空中加油机也摆放在其中 这段时间以来乌克兰境内因为该机群时不时起飞 已经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可见这些战略轰炸机对乌方的震慑程度是非常足的 但就在近日位于俄罗斯紧的萨拉托夫州 福尔加和沿岸的空军基地在凌晨时分突然发生爆炸 随后俄军称这次爆炸 是因为有一架满载爆炸物的无人机造成的 导致停放在机坪上的两架飞机 发生不同程度的损坏 另外还造成三人死亡 五人受伤 要知道 恩格斯空军基地距离俄乌边境差不多 有700公里 这个位置已经离莫斯科很近了 以乌军目前的打击程度来看 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这次事件的背后必然有西方势力的参与 同时 乌克兰也一直利用西方提供的的情报优势 对俄进行多次定点袭击 克里米亚爆炸 黑海舰队遇袭等事件 都少不了西方国家的支持 对此俄方迅速给予回应 当天下午 俄军集结了14架图95战略轰炸机 向基辅骑射84枚巡航导弹 同时 还对乌克兰境内的多个基础能源建筑 进行打击 乌克兰境内再次全面拉响防空警报 这次的打击也是格外的猛烈 哈尔科夫 波尔塔瓦 扎波罗热等多个城市 几乎都在这次打击的范围之内 这也导致这些被轰炸的城市 再次陷入了无水无电的状态中 轰炸期间 乌克兰民众由于害怕受轰炸波及 几乎全部都涌入地铁站中 这种避难方式 对于乌克兰民众 来说是家常便饭了 这些民众拿着睡觉用的物品以及食物 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夜晚 不得不说 对于泽连斯基的各种所谓的报复行为 最终的受害者都是乌克兰民众 就拿最早的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仪式来说 也正是俄军宣布全面对乌实施轰炸打击的开始 尽管普京一再强调这件事的严重性 但泽连斯基却依旧我行我素 这也导致俄军直到现在 也没有停下对乌的轰炸 没有泽连斯基一步步将事态扩大 也就没有乌克兰境内如今的惨状 但这样的现状 在泽连斯基看来却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还记得前段时间一名乌克兰老人 当面向泽连斯基哭诉自己的孩子已经战死 但是却没有抚恤金 自己现在难以生活下去 希望泽连斯基能帮助自己 但是身为一国总统 对于这种呼声再不济也会嘘寒问暖一下 但泽连斯基却直接扭头走人 完全没把这名老人放在眼里 可想而知 先前泽连斯基一直呼吁保障民生的言论 大概率就是拿来忽悠人的 还记得基辅市长克里勤科 还因为保障民生这事 和泽连斯基发生冲突 克里勤科认为泽连斯基在这种情况下 所说的那些所谓的言论方法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段时间以来泽连斯基除了动嘴 似乎没有做过任何实际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次大轰炸过后 泽连斯基又开始忽悠到 俄军对乌克兰境内的打击 有很大一部分导弹都被拦截 目前后勤小组已经在尽力恢复能源 不久就会通电 也就是说 俄军只用一小部分导弹 就将乌克兰的能源几乎完全摧毁 这是传出去谁信呀 逛街之前泽连斯基还一直声称 乌克兰的电力已经完全恢复 但从西方国家所发布的卫星照片上来看 乌克兰还是漆黑一片 这次对俄空军基地的轰炸 肯定会将俄乌战事再次升级 这其实也是泽连斯基乐意看到的事情 泽连斯基一直都想将这事闹得越大越好 甚至都想将北约拉下水 但泽连斯基似乎低估了北约 与俄罗斯之间的默契 即使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再怎么恶劣 也绝不会正面冲突的 目前俄对乌的特别军事行动 似乎已经没有可以升级的常规手段了 在网上就要上升到核打击了 这也是国际间都颇为忌惮的打击手段 说白了 之所以北约与俄罗斯不会开战 是因为双方都忌惮的是彼此的核打击能力 而核打击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么俄罗斯的报复 自然就会继续围绕着对乌的轰炸持续下去 只是可怜乌克兰的普通民众了 昨天给大家讲到了 俄乌之间在巴赫木特战场之上 展开殊死血凭乌克兰损失惨重的消息 可是 就在乌军在巴赫木特苦苦支撑即将败北之时 乌克兰突然又玩了一把大的 俄罗斯国内两大机场 同时遭到了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 并遭到重创 要知道此次乌克兰无人机长途奔袭500公里 竟然都避开了俄罗斯的雷达监控 直接对俄罗斯停放重型轰炸机的机场 展开袭击 要说这 其中美国和北约没有给乌克兰提供帮助 乌克兰能完成这样的高难度长途奔袭吗 恐怕想都不要想 尽管俄罗斯声称击落了在俄罗斯机场上空的无人机 但是无人机残骸落下 还是对俄罗斯轰炸机造成损害 并且造成了多人伤亡 而西方国家的卫星照片显示 多家俄罗斯重型轰炸机遭到严重损伤 这次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轰炸机机场的偷袭行动 还是成功的 同样 俄罗斯境内 另一机场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现场传出巨大爆炸之声 目前还不清楚具体伤亡以及飞机损伤情况 看来被俄罗斯打几眼了的泽连斯基开始铤而走险了 这是乌克兰首次动用无人机 对深入俄罗斯境内的战略目标进行袭击并且得手 上次给大家说过 俄乌克兰曾经威胁要直接轰炸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如果按这种打法 乌克兰袭击莫斯科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乌克兰也应该明白 这次发动袭击对乌克兰意味着什么 那就是会招致俄罗斯更加猛烈的报复袭击 果然就在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之后 俄罗斯出动十多架轰炸机 同时发射巡航导弹 对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展开猛烈的狂轰乱炸 除了乌克兰多个军事目标遭到猛烈打击之外 一些地区刚刚修复的电力能源设施 也再次遭到俄罗斯的猛烈轰炸 乌克兰再次陷入停水停电之中 就在今天 同样一条消息也绷紧了西方国家的神经 普京亲自驾车通过克里米亚大桥检查工作 普京突然现身克里米亚 也释放了一个重磅信号 那就是俄罗斯不达目标是不罢休的信号 要知道整个西方国家都对普京恨之入骨 此前美国中情局就已经放话称 有可能会对普京展开定点清除 俄乌开战之后 乌克兰就利用美国提供的情报优势 对多名在乌克兰战场前线的俄罗斯指挥官 展开定点清除行动 并且屡屡得手 在美国和北约充分掌握乌克兰战场上情报的时候 如今俄罗斯总统普京现身克里米亚 尤其是在普京赶往克里米亚的同时 俄罗斯境内多个机场 都遭到来自乌克兰无人机的长途奔袭 这不得不让很多人都替普京捏了把汗 但是普京此时突然现身克里米亚大桥 也是在向整个西方展示肌肉 表达了将乌克兰战争进行到底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决心和意志 而乌克兰对俄罗斯国内机场 同时发起无人机袭击 不但不能改变乌克兰战局 同时还会对乌克兰战局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只不过是陌路穷途的垂死挣扎 让乌克兰迎来另一轮更加惨烈的劫难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